在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刑事局從今年三月開始掃蕩 查獲了全臺十四處的詐騙機房 總共逮捕了十八名的嫌犯 受害民眾超過了一百五十人 損失金額更高達了三千多萬的臺幣 過程當中警方赫然發現 既然有歹徒將所有設備 都裝在行李箱裡面 形同一座移動式的機房 到處趴趴走 相較於過去詐騙集團的機房 都暗藏在民宅內掩護 如今這樣的手法 讓警方更是難以察覺 大批員警拉開鐵捲門 衝入民宅 或是用破門器材撞擊大門 過去詐騙集團機房 都暗藏在民宅裡面 但現在詐騙集團動起歪腦筋 讓小小的行李箱 變成移動式機房 現在出現了最新的移動式的機房 詐騙集團只要拉著行李箱 每天都可以換點 躲避警方的水槽 打開行李箱 歹兔將所有設備裝在裡頭 只要連得上行動網路 就能行騙 過去的機房都得連上有線網路 要固定裝在民宅裡面 但如今 這個行李箱 好處是詐騙集團可以隨時移動 那也是屬於台灣首件 喂 公公 你在忙嗎 喂 公公 你要不要在忙 詐騙集團用猜猜我是誰的手法 假冒親友 讓一百五十多人受害 詐騙金額高達三千萬元 警方已經逮捕十八名嫌犯 一詐欺等罪嫌移送地檢署 華視新聞木下翠林志淳臺北報導